下一個步驟是要繪製板框 所以我們從這個Draven Toolbox裡面 找到這個繪製板框Pore Online 按下滑鼠右鍵 把我們繪圖的模式改成Retangular 畫矩形 那先按快捷鍵S00 回到座標0的位置 點一下 再按快捷鍵S20002000 定義出一個矩形來 那再來我們把原件打散 從這個Tool裡面 有這個Display Component 那把原件打散 放在圖表的邊緣 這個是我們圖框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來擺放原件的位置 那有三個原件 依照題本的要求 需要擺放在定點 那我們先進到這個Design Toolbox裡面 點選這個移動原件的部分 第一顆是J3 J3題本上的要求是21800 所以用S2001800 把它定義 放到定點的位置 第二個是J1 J1 基本上的要求是200200 再來是U2 U2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需要把它轉成這個 拼換朝上的方式 按三次Tab 把它轉成拼換朝上 再來 位置的部分 題目要求是1400 1100 把它定點放好 這個是固定 需要固定原件的位置 那其他的原件 我們就依照我們的需求 把它擺放 那這個U2 我的建議就是兩個元件 讓它並排 那等一下走線的時候 我們就依照這個 順序去走線 它這個J2 建議擺放在比較下面的地方 好 那再來 C1跟C2 基本上它比較靠近 比較跟這個J3有相關 所以我們把C1跟C2 這跟J3放在一起 這個是原件擺放的位置 因為這題原件特別少 所以擺放起來看起來 好像蠻簡單的 好 原件擺放完成 我們就要進入Layout的模式 所以我們先按快捷鍵L2 把我們的 把我們的這個畫面切到底層來 接下來 這幾條線 比較麻煩 我建議同學在Layout的時候 先把這幾條線Lay好 有交叉的線 那這個兩個PIN之間 是可以過一條線 所以同學在Lay的時候呢 可以 在這個兩個PIN之間 我們先用快捷鍵F2 來開始繞線 兩條線之間 是可以過一條線的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 方式 把這個線 從中間穿過來 那這條線需要往上接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從後面 繞上來 好 那再來 這條線 這條線 需要往後接 我們要接上來 那PIN1 跟PIN1需要接在一起 好 那這隻腳 這個是POWER的部分 那GND的腳位 修正一下 我覺得這一條線 走下面比較好 所以先把它走上來 那這一條線 就要走上面 這樣避免它交叉 那再來 是POWER的部分 這個POWER的部分 比較單純的 我們先把它接好 GND的部分 那POWER呢 我們可以從上面這邊 把它拉過來這裡 那 這個 GND的腳位 好 我們先把這幾隻腳 比較快 比較 直接的 我們先把它拉上來 好 那GND的部分 我們從後面 好 繞過來 好 再來 這個GND還需要往後接 好 那 這幾隻腳的部分 這一隻腳也要接到GND 好 那這一隻腳 要接到我們的O1 好 好 那我們這個部分 稍微再往下多走一點點 好 這樣子 可以讓我們的腳 好 從下面這邊走過來 好 從下面這邊走過來 這一隻腳先從這邊過來好了 好 那GND 要走到這一隻腳 那最後這一隻腳 好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過來比較完整 好 我們先修正一下 先選Net 把這幾條線刪除掉 好 那我的建議 我們把這個元件做個轉彎 好 所以我們先選移動模式 好 把J2 做兩個旋轉 好 這樣可以讓這個腳的交叉 稍微再少一些些 那 我們再回到繞線模式 好 這個 GND的部分 好 那 從這裡過來的這一隻腳 好 從這裡上來的一隻腳 好 那這一隻腳呢 我們就從下面這邊繞過來 好 這樣 就可以減少我們GND的這個 連線的部分 好 那GND這幾隻腳 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拉下來 好 所以其實Layout的時候 就是利用這個 一邊邊排 好 那我們一邊來思考 怎麼樣走 可以讓我們的線不交叉 好 因為在 第一階段的部分 這個 Layout線是 是不可以使用這個 不可以使用 第二層 這邊有一個地方沒有畫好 它有一個地方轉直角 所以我們可能要注意一下 稍微往後再多轉一點好了 這樣比較保險 好 那這樣子可以避掉這個轉直角的部分 好 走線完成了 我們接下來就是來調整我們的圓件位置 好 所以我們選這個 好 那把所有的字調成正的方向 好 那擺在這個不會歪斜重疊的位置 好 那U1 提到上面來 U2 提到上面來 J1 提到上面來 J2 那接下來我們要加上我們的文字層 所以記得要先回到上層 然後點選這個 Grapping Toolbox裡面 去加入文字 那要加的是 FIRST-NDUTY-XX 好 那確定Layer在上層 那我們把它擺在板子的右上角的位置 好 那這樣子 整個Layout的部分 就算完成了 好 完成之後 接下來要進行的步驟 是我們的檔案輸出 所以我們從File 去點選Export 去點選這個Created PDF 那Created PDF的部分 第一個 要選黑白 第二個 Assembly Top 跟這個Assembly Button 刪除掉 第三個 這個Composer的部分 把這個PotType Lab勾選掉 那OK 就點選Created PDF檔 那檔名就是PCB-N-XX 好 輸出五個檔案 三層的檔案 Top層 Button層 跟這個 Composer層 確定這些文字沒有歪斜 確定我們的走線沒有走直角 那這樣子PDF的部分就OK了 那接下來我們是需要 這個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Export出我們的ASC檔 那這ASC檔的部分 是給監品做評分用的 評分的時候就是依照這個檔案去做評分 儲存起來 好 全部勾選 那點選OK 好 那再來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我們的資料夾裡面 PCB的部分有三個檔案 點ASC 點PCB 點BDF 這樣子我們 第五題的部分 就算完成了